多轨道站台,双跨调旋锁桥,和谐号从缓缓驶出站台,到大桥上飞驰而过,这一幕幕就像是现实生活中高铁动车在轨道上奔驰的场景。 然而,这样的场景却是记者10月10日在广东东莞一个厂房里看到的画面。 从镜头里看,这样的画面甚至足以以假乱真,而如此细致的制作,出自来自香港的邝智广之手,整个高铁模型和运作系统全部由他自己一个人完成,耗时两年半。 这样让人惊叹的技能从何而来?邝智广说,自己并没有专业背景。 因为我至少对于这些模型、这些电动玩具深感兴趣,一直以来慢慢培养这方面的经验,这方面的知识,时间长了,所以设计这方面这些模型比较广泛了很多。 不同于一般常见的静态模型,邝智广的高铁模型自成体系,有站台,有存车厂,还有高架桥,轨道长度达到300米,而且通过自己搭建设计的控制台,这位动车司机还可以实现远程控制每一列列车的发车,加速、减速、停靠。 邝智广介绍,列车模型是网购回来的,但是后期的重新设计和加工才是重头戏。 每一列列车都可以遥控,都装有红外线感应系统,在遇到特殊情况,会自动减速,避免碰撞。 而且,车头也有摄像头,时时回传景象。 另外,模型上既有常规的路灯、电线等元素的加入,也有别出新材地把中国现实存在的几座知名桥梁,以按比例加入了设计中。 各处的细节都做得非常精细,而这样庞大而精细的系统,背后的付出也是相当巨大。 这些弯位,我是用外面的用镊石切割来切割这些外形,尤其是回来自己再装路轨,再把它架成一个高架桥的系统。 基本上就是由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,当初多然,就包括两个几两小时的时间,吃饭休息时间,才建立了上来。 旷志广介绍,以前自己从事的是装修和印刷的工作,早在2000年,他就从香港来到了东莞,一待就近20年。 一路走来,也见证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发展。 退休后这几年,看到中国的高铁系统快速发展,就想利用自己的兴趣爱好,仿造一个高铁模型系统。 这位手工大人说,下一步,他还希望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制作成模型,与自己的高铁模型融合在一起,呈现一幅更加美丽的高铁微世界。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